写住的习惯可能慢慢养成 就是说这个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Tab 缩牌 当然如果你不加这个其实对于程式执行也不会有影响 只是说对于你将来在找出那个程式的错误 其实是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像我的习惯反正我就按照固定的架构 该有的有该写哪里就写哪里 那基本上程式要写错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 那其实主要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如果只要你能够想出一套方法 可以让你程式不要写错 那基本上你在这个写VBA程式那就会蛮愉快的 不过刚开始也许对各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因为不够熟练 所以要不就是你把它熟练 另外如果你真的要拿来用的话 另外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把这个当范本 拿范本来修改中 OK吧 回圈里面有逻辑 如果你将来写得很辛苦 没关系就把它贴上来改一改 OK吧 反正先可以多去接触啦 那将来当然会越来越熟练 那当然问题会越来越少 因为将来说看久了习惯了 说真的啦 真的这些都是简单的层次啦 那你将来如果要写一些复杂的东西 就必须要在这些基础之上慢慢再往下往上去堆点 你会发现哇越来越 所以就像爬山嘛 你刚开始就爬小山 慢慢越爬越高 最后一定要征服那个最高的山 一样的道理啦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后面呢就要来变更什么颜色 如果说我今天做完之后 其实还蛮常遇到就是说 做完之后我希望给它涂个不同颜色 不然ABCD虽然看起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对于人的视觉化 文字毕竟其实要判断还是必须要的 再转换一下 OK 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个视觉化 现在很夯 也就是说以后不用给我看数字 你给我看图就好了 你给我看一堆数据 给我一堆报表 或者你不如给我一个图 我就知道到底哪一个多哪一个少 或者它的趋势 它的走向 它的关系 等等的 所以现在视觉化很夯 所以现在有个软体叫POWBI 也蛮夯的 最近刚好那个学校跟微软有签约 以后微软也会成为 东吴也会成为微软的一个认证考试中心 那将来也会就是开一些类似那个证照方面的课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要顺应学校的区 所以我们要去考试 所以最近我也在准备那个POWBI的那个原厂证照的考试 但是 好累哦 里面全部都英文的 它版本有中文 但是它题目全部都是英文的 它也是考古题 可是哇 里面全部 我光念那些东西 花好多力气 不过它也蛮有趣的 我不会把它当一种苦猜试 写一个新的东西感觉还蛮愉快的 可以触类旁通 但是有些工具是还蛮好用 但是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如果有些功能没有提供的话 那你可能就做不出来 除非你要写点程式 所以有的时候POWBI跟这个VBA 彼此之间不是互相取代 不是你会学那个东西 你这个都不用 没有 可能有些部分POWBI做不到的 没关系你用VBA先把它 资料先整理好 比如说资料的整理 比如说它可能分散在很多档案 你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这部分的话可能POWBI 就不是它的专场 那怎么办 透过VBA 先做完再丢给它 OK 两方面可以怎么样 协同应用 所以为什么你想说现在坊间工具很多 像什么还有什么 程式另外VBA 就还有个Python 其实并不是说你学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丢掉 不是 你应该是节长补短 应该要知道每个工具的长处在哪里 没有一个工具是换等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做什么事情 你用哪个工具是最好的 OK 所以呢 当然 就像说我们身边交通工具一堆 有公车 有捷运 有台铁 有高铁 甚至有飞机 但你不是说你一个就通用了 OK 或你可以走路 骑UBI 但是你不可能说你 什么都从头都用走路的 走到底 如果距离远的话 然后应该走到死 所以最聪明的是什么 善用交通工具 OK 也是可以开车 对不对 但你说开车很累啊 你不想要开车怎么办 懂得要查时刻表 有没有 诸如此类的 要善用工具 这样的你的旅程就会非常愉快 对 还要懂得订饭店 还要知道最近有什么优惠 有没有 最近还有那个安心旅游 每个人可以折一千块 你们应该不知道有没有用到 OK 还这样的话 还有知道说去哪一个饭店旅行 去住宿 会是感受会是最好的 或者当你还没去之前 你大概就知道这家饭店值不值得住了 OK 甚至要做点功课嘛 对不对 像其实对生活是一定有帮助的 OK 因为像最近我发现 花东的饭店贵到一个不行 但是呢 市中心台北市中心的饭店 居然便宜到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所以最近我都住了一次看看 附近本来很高档的 一个家庭房本来可能要三四千五六千以上 居然我一千多块就住到了 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很 不OK 还蛮OK的 就在附近而已 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体会 因为我想说家庭房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感觉应该会住鬼屋吧 而且是假日 OK 就没想要住在庄庄府旁边 对不对 还蛮不错的 OK 所以我逆向操作一下 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最近在看哪个地方 假日还可以再去住住看 最近想说台北市 就是连那个很大的五星级饭店 都杀的很低很低的价钱 所以这个时候不住 什么时候要住 所以这时候反向操作一下 好 所以题外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四个按钮 就上面四个 所以回去的话 如果你对这四个按钮怎么做 不熟悉的话 回去请你打开这个范例 把这四个按钮完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我们底下又增加两个按钮 所以这是第二阶段 所以回去啦 你希望把VBA练手 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我希望做出什么呢 第一个 本来的多重 但是它没有颜色的变化 那一般最常用到的颜色变化 不外乎就是什么 字要变颜色 像这边常用里面不是有 这个换成红色吧 换成绿色吧 换成什么颜色 这都可以变颜色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底色换一下 怎么做 第三个如果我希望加个框线 这个框框把它框一下 外面框一下 然后颜色的话把它改红色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有没有 框一下 这个 或者是说呢 把这个字呢 加个粗体字 或者甚至你可以换个字型 但问题 你要怎么做 当然可以配合我们刚刚逻辑判断 不同的ABCD的平等 那我就给它不同的等地 第二个是说呢 我可以清除它 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清除 清不掉 为什么 清除呢 等于空的文字只能清除资料 但是呢 不能清除它的格式 如果你要清除格式的话 那该怎么办 OK 所以两个问题 那我这边demo一下 清除格式 这个吧 这个我好像没写 如果你要清的话 你可以知道 这边不是有清除 要不就清除全部 清除全部 那全部指的是它的格式 跟它里面的资料 或者是清除什么 清除格式 我用清除格式 就是clear format 刚刚是clear contents 把它清掉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要不同的资料 给不同的效果 我看一下 我这个就是 我刚刚程式上 还没把它贴上去 就这一段 底下 这两段程式 在底下 这里 OK 成绩多重 跟那个格式 那我把它先贴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效果 OK 主要是把这边执行 它就会 A的话给蓝色 B的话给黄色 C的话给框线是红的 D的话是粗体质 清除的话 就把它全部清掉 大概这两个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一 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 我们直接 我把这两段 一样删掉 我们可以拿什么 拿这一段 乘式多重来复制 贴到底下 那名称改一样 后面多重加两个字 因为你的sub名称 不能一样 颜色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主意来看 如果说我今天输出A 我希望 A的这个地方 再加个颜色变化的话 那怎么做 颜色变化 首先第一个 你一样 是针对这个储存格 所以针对这个储存格 不过 这个储存格 如果要改那个字的颜色的话 那第一个你把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 点的话就是它底下的什么 字的颜色叫phone color 所以你就打一个phone 但另外更会讲 因为理论上点下去应该会提示 但为什么没有提示 因为这个前面有钱刮 这个刮鼓会影响 所以如果你要让那个提示出现的话 你就先不要刮鼓 最后再把刮鼓放上去 那比如说phone 这样有没有 phone就出现了 你如果不想全部打的话 那颜色的话就在phone 后面加个点 这边有没有 color 然后记得把刮鼓再加上去 ok 这样 这个储存格的字的颜色 等于蓝色 那怎么加蓝色 我教各位一个方式 以后如果是在VBA里面的颜色的话 那你就要记得一个函数叫RGB RGB R是什么 红色 G 绿色 B是蓝色 刮鼓之后的话 后面就调色盘 那它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25 所以蓝色的话 就是没有红色 痘点 没有绿色 痘点 把蓝色开到最大 25 透过阿虎一下 这样的话 就表示说 我要一个调色 就是只要蓝色 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把A下面加这个 我们来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A有没有 变成蓝色的 ok 如果你想要变红色怎么改 RGB 很简单 把红色开到最大 把蓝色 关掉 好没有 执行一下 欸 红色出现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道理吧 所以要特别注意 以后呢 在VPA里面 就是这个调色盘 RGB 加颜色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那个B要变底色 那底色的话特别注意 对啊 其实道理差不多 一 请你把底下这个Sales 加到底下 点 底色的话叫Interior Color 所以这边的话打个I 有没有 Interior 这个有没有 Interior出现了 对颜色 点Color 然后呢 记得啊 我习惯的是 把那个瓜糊再放一下 这个储存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瓜糊的话 变成整个工作表 全部的储存格 ok 变成什么呢 黄色 那黄色什么 RGB 瓜糊 RGB 那黄色怎么调呢 其实如果不会的话还有个方法 常用里面的调色盘 其他色彩 点击黄色 按下置定 RGB就出现了 有没有 如果你要调浅黄色的话 就往上调 深黄色呢 往下调 有没有 看RGB 数字 所以实际上 黄色 就是 红色 最大 绿色 也是最大 没有蓝色 所以其实 那个 黄色的话 那就是 255 红色 绿色也是255 没有蓝色 其实 意思就是 黄色的话 就是把 红的 跟绿的 把它调在一起 所以以前我是有记得 以前水彩课 老师就教说 你把红色一点点 跟绿色一点点 把它混在一起 就变成黄色了 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上过水彩课 如果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家里有水彩的话 一定是黄色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B执行 有没有 B就出现了 最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C的部分 怎么加上框线 其实道理差不多 这个储存格 电 哪个是框呢 其实是Boulder B开头的 Boulders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Boulder 它加S 那为什么加S呢 因为框线不只一条 有没有 上下左右 其实还有左斜 右斜 还有中间十字 不只一条线 所以是Boulders 那一样Boulders的Color 点Color 所以一样有Color 等于红色的话 就RGB 255 豆点 0 豆点0 就红色 那记得一样把瓜糊 把它放到这里 这样就红 就是 红色的框线出现了 那最后一个呢 D加出体的话 出体的话 就是什么 一样是Sales 这个是Boulders 出体的话 应该是FORM 我记得应该是FORM 字型里面 点 它不是Color 不是Color上面 不知道Bould 这就是出体 那一样把框 框 加在这里 那出体的话 基本上 它只有是跟不是 加跟不加 所以如果要的话 应该什么 等于什么 等于True OK 不过因为 我这个框线加 我记得 这个瓜糊有加的话 它那个Bould 好像就不会有 那个等于 我还是要自己 点Bould 理论上 它应该会 像刚刚不是有等于什么 还会出现选 不过没有啊 没有啊 自己打 True 然后瓜糊记得把它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出出资料之后 再做格式 那我分别有四种变化格式 将来当然不是一定按照这种顺序 你可以自己再调配 甚至可以再去做变化的没关系 出体就有了 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把它清除掉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 所以这别注意哦 如果你将来要做很多变化的话 Phone.color 可以变化 Phone.bow 或者是 Phone底下还有 Phone.size 比如说老师说我希望字变大 可不可以啊 点size 后面给数字就好 那 字的字型名称的话 就Phone.name 有没有名称 给他那个字型的这个名称 他就会帮你把字的字型做变更了 诸如此类的 很多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完成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将来透过VBA 你可以变化出很多的格式加上去 但问题哦 加的上去你要把它拿掉 否则的话如果格式加上去 那最后 显示出来怎么旧的格式还在 那就是一个问题 试一试看哦 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清除